嗨 大家笑话吗 欢迎来到富丽海产 我是李嘉诚 我是波总 那我们今天要教你们煮鱼咯 煮什么鱼 煮我们的鱼 今天我们会煮两个不同的款式 一个是清蒸 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清蒸 第二道菜是香煎 香煎啊 鱼鱼啊 香煎 香煎 现在马上把这个鱼鱼打开 这个我们的包装非常的贴心 它上面有的这个 然后你就这样打开 要推冰先啊 记得啊 OK 推冰了就打开这个鱼 来 哇 够里我们的鱼 够漂亮了 来我们现在先 marinate它 回家翻一点 转一点 一点就够了 还有咧 还有咧 还有那个 哦 lemon 茶 好 就是这样 来 弄一下 Squeeze OK 就是这样 来 把它分一下 切鱼的鱼鱼 直接拿来煎 哦 等一下 try看口感告诉你 行事吧 鱼的鱼鱼都可以来try看看 就是這樣,檸檬汁,鹽,黑胡椒 非常簡單 OK,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已經抹到非常均勻了 現在我們要怎麼加這個油 這樣先火,給它熱先壓 它那個血魚的香味就直接來了 哭鼻而來有沒有 很簡單 在煎的時候我們來準備一點擺盤的裝飾品 OK 很快啊,非常快就金黃色了 我們來切蔥,花,絲,我們來切絲 首先我把它折成這樣 厲害耶 現在我們來準備這個 Lemon zest檸檬皮的 蕭皮 蕭皮齁 很簡單 壓著喔 OK,我這邊準備好了 這個也差不多了 OK,我的 來了 來 來 來 就是這樣 來 來 OK 非常漂亮的 還是如果你們要更快的話 直接,直接在這邊 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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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了 喔,就是這麼簡單啊 一個這個相煎 雪魚就做好了 相煎雪魚 所以啊,現在我們的這個雪魚就好了啊 就非常的快啊 OK,首先就是先 撒一點鹽,然後還有胡椒 然後再撒一點 檸檬汁 然後就把它塗均勻過後 然後就直接煎 煎的過程 大約是每一分鐘到一分鐘半吧 就翻兩次就行了 所以這個就煮好了一道 雪魚啊 這麼簡單的食材 都可以 做到這麼高水平 色香味俱全啊 主要 海鮮夠新鮮 怎樣煮都可以 非常的容易 就煮到 這麼樣的水平了 喔,我們已經煮好了 欸,來 來 來,來 哇,我一定有你的啦 吃這種魚啊 嗯 吃肚子 這邊,這種部分 上面 最那個香味啊 最夠力 那個油味啦 那個油味 這個是有魚鱗的是不是 有,對 有魚鱗啊 魚鱗也可以吃 魚鱗也可以吃齁 你們沒有聽錯 哇,謝謝你,請 哇,夠力 哇 波爸要按波波 哇,還有那個聲音 哇 哇,皮很脆喔 欸,魚鱗 我沒有感覺到魚鱗耶 很油啊,魚鱗 魚鱗很油 它魚鱗很油 根本就是 很脆皮喔 哇,很香喔 你看,這個真的 有那個 層層的感覺 哎唷 鱈魚就是要吃這樣一片一片 一層一層的感覺哪裡 這邊 嗯 哇,牛腹了喔 夠力喔 很珠細喔 哇,你看它的這個盤 夠珠細喔 按下去了 你看它的這個 哇 哇 要趁熱吃 要趁熱吃 那個 那個,檸檬很配喔 檸檬配這個 很搭喔 那個 那個 其實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那個 雪儀的油味了,你們 可是這個檸檬下去喔 OK喔 這間沒有那個 油味 然後又可以吃到它 香味啊 不錯耶,這樣吃 清淨,雪儀 對 那一下檸檬搭配 我們也吃一口喔 我們也超骨頭 沒有 嗯 嗯 還要再加點檸檬嗎 過了 不要不要 吃原味不然很可惜 不過那個檸檬皮 怎麼你們這樣殺 嗯 真的是有把那個味道 嗯 變得很好 是不是 雪月骨頭都很大隻 又少 所以十字架 哇,很棒 在家都可以這樣吃喔 嗯 你看 在家都可以煮這一道 油要露出來喔 一片 一片不夠分喔 好差沒有帶多來 我真的很好奇喔 我打算是魚鱗吃到我的 我要拿出來好了 什麼 它的魚鱗啊 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感覺是不是 嗯 好 很帥